目前在马来西亚汽车市场来说 C-Segment 车单是相对比较真空的一块市场 因为 CKD 的车型只有 Honda CBS FC 一款 其他的车型都是 CBU 的 所以在竞争力方面都是欠缺的一点 不过在今年的年尾 UMW Toyota 就要加入了这个战局 因为根据之前一份资料曝光 在今年原厂就会 CKD 一款 C-Segment 的车单车型 我相信不用多说大家都会知道这款车就是 Toyota Corolla Autist 那么这款车型在 CKD 之后会不会有竞争力呢? 今天我们就来看一看这款车 国际版的 Corolla Sedan 是在 2019 年的 10 月登陆我国市场 和之前的车型相比最大的不同之处 就是它采用了 TNGA GSC 的平台打造 它从原本的一款家庭用的房车 变成了一款比较偏向运动化的房车 主要的原因就是它的这个重心降低了很多 在第11代的 Corolla Autist 上面 它的车身高度是 1460mm 可是到了新一代的车型降低到了 1435mm 这个降低就很明显的让新一代的 Toyota Corolla Autist 有的更运动化 更低的这个车身 而且它的后悬吊也变成了 Double Wishbone 双叉臂 这样一来它的操控表现提升非常的明显 只要你开过这台车你就会非常非常喜欢它的操控表现 因为这个操控表现已经非常接近欧系车的水准 同样的也让它和之前的 Corolla 家族有着非常大的不同 当然在降低了车身高度之后 它的车式空间表现难免的会受到一些影响 而且它的车身宽度和其他的同级对手相比也小了一点 Corolla Autist 的车身宽度为 1780mm CV 是 1799mm 而Mazda 3 是 1796mm 相比之下可以看到这个 Corolla Autist 是小了很多的 所以它的室内空间是被压缩了不少 加上比较矮的车身高度 所以它在转型为运动化车款之余 它也牺牲了不少空间还有舒适性 所以这一次呢 这个空间表现不是这个12代的 Corolla 卖点了 不过在座椅方面这个 Corolla Autist 的设计 还是很出色的 尤其是它的前座两张座椅 看起来很像塞车仪的设计 不管是支撑性还是包袱性都有不错的表现 至于在后座 虽然说空间表现小了点 可是它的乘坐品质 还是延续了 Toyota 一直以来的优良品质 这个做起来的感觉其实还是不错的 而在中控台的设计方面 我个人还是比较喜欢这样的设计风格 非常的简洁 但是它的这个置物空间就相对少了一点 像我开车的时候都很喜欢把东西丢在这个置物格里面 这辆车的置物空间并不是太可以满足我的需求 另外一点就是它拥有数位化仪表 不过只有顶级版才有 电子手刹车同样的也是只有顶级版才有 入门的版本还是采用传统的手刹车 还有指针式的仪表 我觉得如果是在这个CKD的车型 原厂可以在这些细节上面升级的话 那么CORORALTIS会有更大的竞争力 最后一点就是那个触屏主机 我相信很多朋友会讲这个触屏主机很像电视机 可是在去年它升级了那个9寸的触屏主机之后 整体的视觉效果好了不少 其实现在的这个CORORAL CROSS 也是采用这个触屏主机 如果大家想看看这个全新的9寸触屏主机 可以点击上方的小白点看看我们之前试驾的 Toyota CORORAL CROSS的影片 而且这个触屏主机还支援了Android Auto 还有Apple CarPlay 我觉得在功能还有实用性上 其实都不错了 虽然说设计跟其他的同级对手相比 还是稍微简陋了一点 但是 可以用是最重要的 安全配备方面 像CORORAL AUTIS跟其他的C-Segment Sedan一样 都拥有非常丰富的先进主动安全配备 例如说这个前方撞击一颈 自动紧急刹车 车道偏移警示 车道维持系统 远近光灯自动调节 还有主动式定速巡航 而且它的主动式定速巡航是 All-Speed 的 也就代表说它有 Stop and Go 的功能 这个功能在塞车的时候 其实是非常好用 至于其他的像是 斜坡起步辅助 车身动态稳定系统 还有漆气囊都是标准配备 只是 这个安全配备在CPU的车型上面 只有顶级版的车型才有 所以在CKD之后 我相信同样的也是会延续这样的政策 不然的话如果两款车的定位太接近的话 那么谁要买顶级版呢? 最后就是要讲到引擎了 目前Toyota并没有适合 CORORAL Sedan用的这个小排气量涡轮增加引擎 所以我国市场还是采用了 1.8公升的Duo VVTi自然进气引擎 最大马力表现是139PS 峰值扭力表现172Nm 匹配的是Shift Matic的CVT变速箱 这个动力表现只能说是中规中矩 普通用是没有什么大问题的 但是如果你追求性能表现的话 这具引擎可能就没有办法满足你的需求 但是 根据消息 在CKD之后的CORORAL AUTIS 会添加这个混合动力的版本 这个版本主要讲的是节能减碳 还有省油 它再结合了电动机的最大综合马力是122PS 目前这个版本在欧洲 在泰国 在台湾等等都有售卖 我相信来到马来西亚之后 这个版本就会是CORORAL AUTIS的最顶级版本 接下来我相信很多人会问的就是 为什么AUTIS不要来这个2L的Dynamic Force Engine 其实 在这边我要跟大家科普一下 这个2.0L的Dynamic Force Engine 国际版 不管在什么市场都是没有的 大部分的市场都是采用这个1.8L的自然进气引擎 还有1.8L的混合动力引擎 只有在中国市场特别一点 不过他们的卡罗啦 采用的是1.5L的3缸自然进气引擎 还有1.2L的涡轮增压引擎 这两个动力配置怎样都不大适合本地或者是东南亚市场 所以如果大家想要新引擎的话 可能要等到这款车型的小改款之后 才会有一点希望 来到了影片的最后 我要做一个总结 就像我一开始所说的 马来西亚的C-Segment市场 相对的比较真空 因为大部分的汽车制造商都 专注在V-Segment或者是C-Segment的SUV车型上面 C-Segment的Sedan只有Honda Series SE一款在CKD而已 所以在这个市场竞争明显比起SUV市场还要低许多 所以这个Corona Altix选择CKD也是一个可以明白的策略 而且只要是这个价格合理的话 我相信它在市场上面肯定可以有一番作为 但是现在问题来了 因为全新一代的C-V已经在海外发布 预计最快会在今年登陆我国市场 如果Corona Altix C-V发布的时候 刚好遇到的这个C-V大改款 它会不会还有竞争力呢? 我相信原厂在这方面应该会有一点必杀技 至于这个必杀技是什么 我们暂时还不得而知 所以接下来我们就是要耐心等待原厂公布 更多关于这个Corona Altix CKD 的细节 不知道大家对于这个Corona Altix CKD 有什么看法呢? 你们觉得它有没有竞争力? 它的价格会是多少? 欢迎在影片的下方留言让我们知道 好啦 以上这一期就是我们的影片内容 如果大家喜欢这次的影片 记得帮我们按赞订阅分享哦 我们下一次的节目再见 拜拜 by bwd6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